OK,我们刚才在第一页到第五页都套用了B主板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在底下加上页码 我们这边可以先做一个参考线 来确定所要放置的位置 因为以左边的基数页跟偶数页来讲的话 页码它应该是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那我希望是放在页尾字中的位置 就是放在每一页下方水平位置居中的位置上 来放上这个页面的页码 首先我们再回到B主板 因为现在这些页面是套用B主板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两下 来编辑B主板 刚才我们建立参考线的方法 是点选功能表的版面建立参考线 其实如果说你要建立参考线的话 你也可以跟Photoshop或是Illustrator一样 直接从 持标 持标或持规拖曳 拉出参考线 当然你会发现的这个参考线 竟然只有在单页上 如果你要做一个跨页的参考线的话 该怎么做呢 OK我们这边在滑鼠游标移到水平或是垂直持标上 按住键盘的Ctrl键再拉出持标来 好假如说我们的 页码呢大概要放在这个位置上 大致上你先抓一下位置 大致的位置 其实还有后面还会介绍其他的对齐工具 不过我们先大致抓一下 好接着呢 我们刚刚讲过在置中的位置上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用水平线 好在 sorry在这个垂直持标上用滑鼠拖曳 好然后呢大致移到中间的位置 好这边也是 先拖曳 然后大致移到 右边页面居中的位置上 放开 好这个是准备要做页码的 接着呢我们这边呢再插入文字 插入一个文字框 选择文字工具 他不是用点选的啊 不是用点选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用滑鼠拖曳 好先画一个文字框 来为了方便编辑啊 我这边稍微放大一点啊 稍微放大一点 拖曳 拉出一个文字框 不需要很大 因为我们只要放页码而已 好只要放页码而已 你这个地方呢再拉出来之后呢 你甚至还可以再调整一下 比方说宽度 一公分 好高度呢 也是一公分 好先设定好 宽度加大一点好了 因为页码如果比较多的话 好不好 15 15公里就是1.5公分 做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点一下 然后可以稍微 你这边呢要调整的话 用方向键来调整也是可以的 OK 好 我们来输入文字 文字 再切换回文字工具 点选啊 在这个地方呢 先选择 字体的大小 页码字体的大小 页码字体大小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选择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自己输入 每一页的页码当然不一样 我们希望InDesign呢 能够自动帮我们编上页码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点选文字 插入特殊字源 再选择标记 目前页码 好 目前页码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页码的位置 我在这边呢 把它做段落的G中排列 把它放在中间 好 这样子页码就完成了 它会出现一个B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回到一般的页面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页 所以下面那个呢 应该就是第四页咯 好 有没有看到 第四页 那等一下呢 我再把另外一边的页码 加上来 我再把这个页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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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